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不会尽如人意 所以你要学会耐心的等待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两个月前 《严戏攻略》《如意传》等公斗剧横扫网络和电视 中国官方因此出手限制 但认为禁令力道不足 这次范围更广泛 包含武侠 玄幻 历史 神话 穿越 传记 公斗等题材 通通不能播 臣妾或许看不清后卫 看不清前卫 也不够看得清皇上 可皇上受她孤单 直接就只想到她身边去 遭殃的不止一大票中国演员 任前因为台独风波 一度遭到中国官方打压的欧阳娜娜 其主演的循环剧《大主宰》 同样算在进播范围内 我们有分重量的剑 就是有一些剑是做得特别精致 就是拍一些那个什么镜景啊什么 就是动作戏就会用木的 或是用塑胶的 要砍原歌的时候原歌也不会痛 杨佑宁单纲的新天龙八部也扫到台风尾 只不过中国官方已担心人民学坏的理由 禁止古装剧播出 究竟是端正视听还是想鱼化人民 恐怕还有在商榷 三连新闻 中国报道